频道 详情请拨打恰询电话 那天 要不是因为那只乌鸦 搞不好我永远都不会认识它 我的人生 也会完全不一样 导演郑友杰残酷青春丽作 他们在毕业的前一天爆炸 如果你现在有一把枪 你又想干掉谁 静音跟我交往 原来你到底是谁啊 这跟你没有关系吧 一人之一天的 不管你要去哪里 我都永远会陪在你旁边 当我们考上大学的时候 是2012年耶 世界末日耶 我们还没享受到人生 就要咳屁了 你今天如果害我又知道的话 就要跟我们严重 荣获亚洲电视奖最佳连续剧 金钟奖最佳迷你剧集 电视电影等五项大奖 每周六晚间九点 公事十三频道再次引爆 会懂敦煌大展 运用数位动画 及3D特效 原本敬爱的敦煌壁画故事内容 将呈现活生生的敦煌故事 与音乐享受 重现贵重经典画作 公事之友 可以索取票券一张 送完为止哦 请赶快上公事网站 我不打电话 02-2633-2000 转酒询问吧 我这个太乖 你没赶紧做错吧 也可以 也可以温柔 真的吗 关键做错什么东西 你给他钱 老师还是写词 不好意思 没有啦 每周六晚间七点 敬请收看 台湾红歌一百年 您正在收看 公共电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来南部来开港 我是空阿文 南部开场 今天要带大家来进行一场生态之旅的旅行 首先我们要来一场屏东台二四线的生态旅行 而且就要从屏东三地门的德文部落开始来看起 德文部落呢 它其实位在这个海拔一千两百公尺高的地方 这里呢 种咖啡 而且是种品质 很好的咖啡 经济产值也相当好 只是巴巴风灾一来 摧毁了他们这一带的咖啡产业 不过呢 许多的种咖啡的农友 他们并不气馁 他们重新聚集起来 而且还叫着附近的国小的小朋友 可以来了解他们这个部落特有的咖啡文化 而且他们也很希望 借着这个咖啡文化里面 可以把他们有些青壮年这一辈 重新的召回 看是不是可以再回到部落里面来 这时候我们要带您来喝好喝的咖啡 也要来了解德文 他们的文化 还有他们的传承 非常欢迎到德文来 德文这个地方在日据时代是非常大的一个部落 不过在日据来之前 这个地方是不毛之地 所以德文这个名称是辗转翻译 再翻译过来才变成现今的德文村 实际上在我们的部落的意思 或者说我们的族语来讲 德文是从Duguvul开始讲 Duguvul就是那一块不毛之地的意思 因为我们的祖先在到德文来之前 这一块区域也是属于猎场 那猎场是长满了尖芒草 我们过去打猎 老人家有一点聪明 就是放火烧山就好了 第二天再去捡猎物 守着就先吃 没有守着就带回家 所以这个地方过去是没有半棵树的 那到这里来的时候呢 一进来这边最显著的地方 就是这两棵雀荣 这是两棵不是一棵 那棵大的 这个小的 那这个雀荣呢 会生长在这里 跟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图腾 是有息息相关的 因为那个图腾的故事 才把雀荣冻在这里 刚刚我说过 这棵雀荣跟这个图腾是有关系的 这个图腾的发生是在1914年 也就是民国十三十二年的时候呢 是雾台事件发生的时候 当时呢是日本警察是要收缴 原住民地区所有的猎枪好管理 但是雾台的五个部落呢 不愿意把那个枪交出去 所以他们在9月11号的时候就起意 把日本的警察住在所放火烧了 然后日本逃窜的时候 沿路把日本的警察杀了 所以这个图腾就表示 那个时候的雾台事件的一个表示 那当初被杀掠的时候 第一个墓穴是藏在原来的古道 然后有校长之后呢 给他迁到这个后方来 我说过嘛 这个地区没有一棵树 仅有的就是雀荣 但是在原来的第一区的那个 那个谷穴呢 有一棵雀荣 那这个道路设好之后 然后又把这个头领 又设在一个新的墓区的时候呢 那就把那边的那个雀荣 砍掉 种在这里 所以这个雀荣才会长 我们只要是从那个山林线 过了这个雀荣就是我们的部落 我们很有安全性 我们很有安全感 虽然说我们的山 已经是山崩地裂了 但是这块土地是我们祖先 从以前就好 很好 很用心经营的部落 这个跟我们的生命 跟我们有非常大的土地的感情 所以当我们因为八八水灾 莫拉克台风的灾害下山 好一段时间之后呢 时常想要回来 没有办法在所谓的安置地区 居住太久 因为那个很不适应 要晓得我们原住民 只要踏出门口一出去 就是我们的传统医 外面的野菜啊 或者是野兽什么东西 都是我们家的 但是到平地里 一踏出去是别人 要不然就是 这个对原住民来讲 八八水灾之后跟之前 我们有很深的感受 过去我们不知道 我们竟然是生活在天堂 不过八八水灾之后 我们就晓得说 原来天堂在哪里 我们经常会这样 所以希望特别欢迎大家 到天堂来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这边我们四个下一个是排外 一个是五乎凯族嘛 当初这个村庄 它是原本是在那个上方的 不是一个水塔 原本有一个 也是我爸爸的家族 在那边盖一个房子 可是在那边 它做一个房子之后 当他们造人的时候 就往生 只要造人就往生 他们就跑到屋台 因为我们是卢凯族嘛 他们就跑到屋台 之后我的妈妈的祖先 又跑到这边来 立这个房子 当他们立这个房子以后 他们就造人的时候 就活过来了 祖先就认为说 这不错 这个地好 又有水 就开始生耕在这里 之后就陆陆细细很多 从屋台的那些居民 跑到这边来 做一个村庄 这个是我们乡住相的 最传统最传统的妇女 然后它很会编织 草席 摇篮 这个是用于什么做的 这是叶桃叶 叶桃的根 拿来晒一晒 然后再剥开 然后再弄一圈 因为叶桃叶晒干一个礼拜以后 它会这样子做 剥开然后这样子晒 然后就绑起来 都用三个三个这样子搬 搬好了以后 它就会晒到屋顶 搬完它就拿下来 差不多一个礼拜 搬完以后就变成这样子了 它就会收尾了 弄饼了 就开始做草叶了 它的做法很特别 它旁边一定要是这样子的花纹 一般在家里的草叶 在家里的随便的那个床部 它没有这样子的花纹 它是直接是对走的到这边旁边 可是送人的跟晚生者 跟嫁妆喔 都一定要有这样子的条纹 它会把这一块弄一半 变成这样 变成一个花纹 所以这个椰桃叶它的好处很多 又凉 睡觉也凉 然后小孩子在客厅看夜市 做这个草叶也是很舒服 所以这个椰桃叶在我们的文化 它不能缺 好嘞 我们进去我们的石板屋民宿 它之前是很旧的石板屋 之后它就说来做一个原始的石板屋 现代的石板屋就变成 它就这样子做 拆掉就是这个样子 就开始叠叠叠叠叠叠叠到变成这样 它的过程就是这样子做 然后你看这个叶头又是它妈妈 睡觉就是这样子睡 你看 铺这样子 早上起来就折起来 要睡觉的时候再铺 所以这个很 你看这个连这个石头都是我们 我们老人家从很远的地方这样子 扛一块一块这样子 弄成这一片一片这样子做 来 然后你看 这个就是它女儿的房间 这个石板屋还蛮凉的房间 很凉 真的凉 夏天也是要跟棉被睡觉 因为它底下是石头 所以铺这个草叶也要铺一个厚的棉被 然后再盖一个凉的棉被 这样才会感冒 所以石板好的地方是 你不要去吹冰漢 那你這個電池怎麼用 就是這樣子 對 比冷氣還要涼 那這個在早期我們原住民 為什麼會設這個鞦韆 就是因為在早期這個只有頭目 當家的女孩子才可以設這個鞦韆 除非是說剛好是像這種有景點 或者是觀賞給人家看的才可以設 要不然都是當家的女孩子 他要結婚的時候才可以設 當你要搭這個鞦韆的時候 一定要殺一隻豬 比如說搭起來四個 他就所有的年輕人 就找一個最厲害的可以爬到上面去 當你現在搬好了下來 這個殺的豬 你就會有一個禮物就是你的就對了 比如說他有應該有一個部位 他就割一個 就是專門這個英雄 把上去搬這個的 他會給你那個東西 所以我們這個鞦韆 對我們原住民是有很重要的 所以你不會說隨便在哪個地方 你就看到有設這個鞦韆 一定是說當家的 女孩子要出家的時候就會買 女孩子當中間一定有一個男朋友 哇 抱起來 哇 抱起來 要下來就要抱起來 奇妙 抱負 台灣族跟流怪族就是 最特殊的地方就是這個搞一頭 這個一頭變成搞乾呢就是這個 你看好漂亮 這個一裡不會壞掉 這個到我們在山上打獵的時候 然後帶這個乾糧呢 吃這個河水就可以吃飽了 那是這個小廚 幫你搭 你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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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八水災到目前喔 已經兩年了嘛 那很多我們這邊有四十七戶要建村的 四十七戶下去了就變成我們這邊就減少了 而且我們這裡的年輕人外有的也是很多了 那我們在往後的想法就是說 能不能從這個生態裡發展 以後的年輕人可能就會回流 那我們現在我們陪例的人也就是在 往這個兩方面去做 比如說我們有時間的時候 我們就坐在這個農地這邊 就跟坐這裡 如果還有別的時間我們就去監測 或者是去學習怎麼接待客人 或是解說 這個培例救援方案是針對災後 莫拉克災後的部落所推出的方案 那它跟以前的多元救援方案 很大的差別在於說 它可以用部落的人 這個村子裡面的人 而且不限於年齡 過去是要用比較弱勢 而且中高齡 那這個方案是可以用年輕人的 所以這個案子我認為就相當好 也就是說在目前 災後的整個生計還沒有辦法重建之前 政府這樣的一種補助經費 計畫經費是可以來支撐他們這一段的 可是重點在於說 在支撐的這一段時間裡面 如何培養他們因為有這個計畫 培養成能夠在這裡 有產業發展的這種可能 而且他們養成 經營這種產業的能力 那才是最重要的思考 所以賠利方案它的設計就是這樣 這個部落有產業的機會 那我給你你要的人 我也給你你覺得可以的 有才華的人留下來 那你要在執行這個案子的時候 培養他們變成兩年後三年後 它可以不再依靠政府的計畫 甚至是依靠少一點 然後呢 把在這一段時間培養的能力 就用來經營你未來要發展的產業 所以賠利方案就是這個意思 那現在呢就是德文村 還有達萊村 還有三地門這個地摩爾這一邊 這三個部落呢 就是參與這樣的一個方案 然後目前就是往整個 生態裡有這樣的方向在做 可以講這種 現在正在做那個咖啡去殼的動作 好 好 好 你看到小朋友這樣子用敲了以後 有一些碎碎的碎片 我們就會用吹的 然後撥一撥 再讓小朋友繼續去敲 那去殼之後的咖啡 那個果實就是所謂的咖啡生豆 那我們現在進行烘焙炒豆的步驟 好 然後現在要把烘焙好的咖啡丼 拿到必用杖下面 要快速地讓它冷卻 然後現在把烘焙好的咖啡丼 拿到必用上的下面 要快速地讓它冷卻 我们是在风灾之后 因为很多小朋友的家长 都为了工作 就几乎是居住在外地 那就剩下老人家这样在村庄 那他们就会看老人家 这样每天去做这些咖啡加工的工作 那我们那时候设计这个课程 就是希望让小朋友去体会一下家里的 就是家里这些经济工作 既然我们开了这个课程 那我们就慢慢地让小朋友去接触 那让他们去介绍 那我们之前呢 因为我们就有做成自己的德文学生咖啡 那尝试让他们出去意卖 那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活动 就是让家长能够看到小孩子 然后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家乡 可以这样子处理 那我们这个是 我们德文学生咖啡的那个logo 那上面的含义呢 有百合 然后也有幼鸟 也有爱心 就是希望小朋友能够 用这样的行为去 去感恩其他人 在莫拉克这段时间 他们的那个付出 今年呢 我们就尝着让小朋友自己去设计 那这个是二年级的小朋友去画 他画的咖啡树 热水最好就是 不要超过一百度 大概在八十到九十之间 我们从中间 开始慢慢地加水 然后以圆圈状 然后第一次加热水的时候 我们会稍微等 让这个咖啡粉能够跟那个热水 这样完全地融合 这是你们德文的咖啡 那这是 都是你们小朋友自己做出来的 那你 我喝看看哦 好多 故事由一位未即将结婚 而引发焦虑的都会女子开始 她的同龙伤口 工作 父亲外遇 情绪上的压抑 都在梦境中整合在一起 在看似现实的环境中 呈现出超现实的情境 2月10日 周五晚间11点30分 表演打天下 就在公式十三频道 在台湾 蒋介石拥有27个行馆 各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 行馆才是他最私密的境地 如今随着时光洪流的冲击 逐一消失 最后的境地 蒋介石台湾行馆揭秘 将揭开蒋介石与宋美龄家族 在行馆中的生活 还有属于那个时代的氛围与故事 新品上市 详情几家故事 网络生产 欢迎继续回到南部开讲的现场 这一段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的是达莱部落 达莱部落就称达瓦达旺 他们曾经经历过五次的千春 所以旧的达莱部落早就被大家所忘记了 不过经过八八风灾之后 大家才发现原来这个旧的部落 还保持得相当完整 也因此才佩服说原住民祖先 他们当初选这个地点 真的是有他们的聪明跟智慧 因此现在呢 我们要来看看在这里呢 还保留相当完整的石板屋 我们要带您来看看 这个已经被人家遗忘的台湾族的菠萝 好 大家好 今天很欢迎你们能够来到我们达发达旺 这个部落来做一个生态的旅游 我们的这个名字呢 它的含义呢 我们是从我们的发源地那边 移过来这边 那它的含义就是仰望的意思 团结的意思 那在进入的吊桥这个地方 我的这个旁边这个墙壁上面呢 有我们排完族 男女生在日常生活跟喜庆的时候 穿着上的或者是你去工作的工具 这边的图腾上面都会有图腾 然后在这边我要为你们介绍的是 我们的有两座的吊桥 那么我们往前面移动 这里我们看到有一座比较旧的吊桥 是我们原先的第一座的吊桥 经过了这么多年 当然会一直损坏 当然一直翻修翻修了三四四 比较危险 那我们就另外又改建了一个比较新的 会有会比较安全 在我们民国76年的时候 我们就做了这个吊桥 那个在这个吊桥上面呢 就有我们排完族的图腾 很明显 就有我们有男生女生 穿着这个我们原住民的服饰 还有这个翁 也是也是我们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还有我们原住民 这个图腾 这个百步蛇 我们最尊敬的 百步蛇也是最重要的 那现在呢 我们现在要走这条我们的吊桥 那我们的吊桥 这个吊桥呢 是长有一百二十公尺 那我们现在呢 慢慢的走 我们走的时候 我们可以左右 看一下我们的风景 如果你会怕 不要看往下面 你往上面都没有关系 好来 跟着我的脚步往前面移动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棵树 我们叫它摄叶蓉 大家摸摸看 闻一闻 我们一个传一个 你们去搓搓看 闻一闻 摸摸看 这是虫吗 虫一 这有树叶的味道 你们触摸它的感觉是什么 很粗糙 粗糙对不对 那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的老一辈的人 那个时候没有我们所谓的菜瓜布 他们就是利用了这个 当菜瓜布用 洗锅纹瓢盆用的 因为怎么样 它摸起来色色的像菜瓜布 所以这一棵树叫做摄叶蓉 叫摄叶蓉 好 那我们再往前面走 再来我们看到的这棵树呢 我们叫它茄冬树 这棵树呢 在我们的泰武乡的平和部落 它有一个传说故事 那就是相传就是有一个女生呢 就是在山上走的时候呢 他看到了一个大树 他呢有一个树洞 他就往下面看 就说 奇怪那边也有一群人 他就走下去那个树洞去看 树洞里面的人就很欢迎他啊 他就一直招待他这样子 过了好几天 那这个女生就说 那他想要回去了 结果他就沿着树洞一直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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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爬不出去了 因为怎么 因为那个树洞 它的树皮也没有树干 把那个树洞围起来 所以人家为什么会说 这个茄冬 你只要去 稍微去折它的那个树枝 它的那个树枝的那个枝翼 是红色的 是说是那个女孩子 那小女生的血液啊 在流眼泪的意思 现在呢我们又看到了这个植物 这个叫做螺丝岩孵木 我们也可以叫做山岩青 那这个在我们的部落 齐老有跟我们讲说 当你去放牛的时候 下雨天打雷的时候 你只要拿它的树枝 插在头上 插在牛的头上 怎么样 可以避雷 所以老人家也会说 是他们是避雷树 当然老人家讲的 我们就照做就对了 所以老人家就说 把这下雨打雷 你就马上去找这棵树 你就再马上带到头上 就不会打到你的身上就对了 几乎我们原住民 智慧真的是 可以说是一级半 怎么说我们都是就地取材 尤其是这个月桃月 它的功能很多 像我们平地的朋友 我们是用这个包吧掌 我们也是用这个来包阿歪 那它还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我们的草席 还有做我们的包包 还可以做我们婴儿的摇篮 因为怎么说 而且它防止的能力又很快 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得到它 这个就是我们的月桃 在哪里 在车里 来哟 跟我来哟 跟上脚步来哟 这个非常有意义 这个植物 我们叫它献果藤 什么意义呢 我们现在我们的部落 有一个老人家 八十几岁了 从来不看牙齿 没有看过牙齿 牙齿没有掉过 可是它的牙齿是黑色的 为什么 它以前的老人家 都是用这个 摘下来 往牙齿这边涂 涂黑 保健牙齿 老人家是用来用 保健牙齿 以前老人家涂了这个 就保健牙齿 牙齿也不会像我们这样 注意啊 像我一样怎么样 掉了门牙 可能就是因为 没有听老人家的时候 要涂它的姿意啊 所以我的门牙才会掉下来 所以这是以前老人家 保健牙齿的 所以我们叫它献果藤 在之前 那个时候我们 还没有抬24线的时候 也没有柏油路 没有什么 还是石头路的时候 没有像这样子这么好走 那那个时候的公务人员的职务 也不是说很抢手 因为都是要走路的 也没有摩托车 那要进去这个 雾台乡 阿里啦 神山啊 那些部落 去那边的教职员呢 都是要用走路的 那必须是从那个水门那里 水门的社区 从那边走 那走到这边呢 可能要一个小时 40分钟 那从这边 你要到目的地的话 可能又更久 那可是 这些公务人员 或者是警察呢 他们是一个礼拜 要下山 就是要捕货嘛 他们不可能每天 每天下山买那个粮食 而且 为什么要叫吃直播 我们从这边看上去 其实很好走 对不对 并没有 你看到的只有这一段路而已 你只要走到那一棵 相似树 你再上去的时候 连我走了 我走一半 我都不想走 我都自己走 爬下来了 它的坡度是很陡的 所以人家 只要那个公务人员 如果说你被聘请来 这边的时候 他们的第一句就是 我不要 我先搬池子 我不要走这一段路 所以我们才叫它池子 直播 那我们现在休息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 持直播的终点 那这里呢 也是我们老人家 我们老人家跟我们讲的 就是离别处 离别处 什么离别处呢 就是夫妻 或者是你的情人 送情人的地方 可能你的情人 要去当兵啊 或者是你那个亲爱的老公 要去别的地方去做林班啊 工作可能要一年两年才会回来 我们就在这边 从他要从这边走嘛 对不对 我们要用我们的双眼 送到吊桥那里 就是说 亲爱的啊 你记得你要想念我 要早点回来 不要在外面怎么样怎么样 记得老婆在家里等你 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边也叫做送别处 知道 记得 我等你回来娶我 这样子 不要忘记我 这样 真的蛮可爱的 我们这么出的男人 没有这个爱上的 怎么样 秘密的理想 没有我的存在 哎呀 把我救在吊桥 好好好 好好好 好 各位贵宾 我代表我们本部落 欢迎来到这个 鸟不圣诞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就是以前 是我们行政区 我们的右手方 我的右手方就是我们拍子手 这个是拍子手跟警员的宿舍 我的左手边 这个是我们的学校 是山地国小 打来混班 那下面这一块 这个是我们的村办公处 还有我们的卫生室 那么经过我们社区发展申请 先是工先的利用 那是这个地方 以后变成是我们游客处心 那这个下面就是我们的厨房 这个是我们培立人员所种的菜 这个准备要给游客吃的 这是无毒素菜 这个没有毒 这个是自然生的 非常的健康 在这个地方我做简单的这个介绍 第一个介绍就是这个 我们以前的这个圣民教育的地方 也是我们信仰之偷 是我们打来基督掌掌教会 唯一的这个教派 那这个教会呢 当时候这个取心盖的 就是用那个茅草屋 然后用第二次用那个铁皮屋 然后第三次就是用这个 这个砖块 那我们整个部落就是这样 发动这个要建这个红砖的这个教会 那个时候是我们一个人 有十个到一百个的份 小孩子是十个 青少年有五十个都一百个 那大人的话 那一百以上 就是我们就这样搬 然后沙子呢 因为下面有个埃了西 沙子我们都到下面去搬那个沙子 也是用背上来的 就这样就把这个教会就建起来 我还是不太攻击 但我们它就是在那边 我们就在这个喊子 的原来 那么我们不想拿下来 就帮我们的脖子 我们就排吧 那么我们就把这些 我们就做了 这些人 希望好了 我们就能够 我们就在我们 我们就能够 我们就能够 你 好 咱 我们就能够 我们就能够 那么我们就能够 我们就能够 使用 第二个介绍 就是我所藏的这个步道 这个是它的历史是 超过八十年到一百年 这个是我们祖先的这个智慧 这个是水宝池取 它的工坊比那个还要厉害 因为它这个怎么重刷 都不会吐湿流 你看它的历史已经有八十多年 它的功用就是防毒溼流 第二个功用就是对人体有健康 就是现在我们知道 什么叫做胶底按摩 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 就已经开始做这个胶底按摩 这是家庭教育的地方 晚上的时候 当夜色很漂亮的时候 月亮挂在天空的时候 我们的老人家会带一些小孩子到这个外面 开始就交易 书故事 教民谣 人要怎么做 都在这个平台要做这样的教育 那第二个功用就是 我们在每次说货的时候 比如说说小米的时候 我们就把小米晒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一个晒谷场 那第三个介绍 我们会觉得奇怪 这个石解 为什么这个步道多于这个石解呢 它也是有它的工坊 第一个工坊就是台风天的时候 当台风到十二级 十三级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暂时抖风 不要给那个树枝 或一些杂草打到的时候 可以在这个地方稍微抖一下 蹲着在这边抖一下台风的那个威力 第二个 以前我们三个我们原住民 很好战嘛 常常有那个从外地的敌人来到部落攻击嘛 那这个也是做那个防疫战的地方 在这边 比如说敌人从那边攻击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做防疫 在这边 就这样防疫 枪这样子啊 就在这边等待那个敌人来攻击 这是它的功用 这个石板屋 也是一片一片的从这个艾辽西 做成这石板 然后一片一片的带到这个地方来盖这个房子 它夏天很凉 同天很暖 我们那个文化就是 以前我们祖先死掉的时候 都要买在这个里面 意思就是说 你死了也是永远的一家人 所以以前我们买账的时候 都在市内买账 那我们跟别的部落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个石解部分 那个石头不一样 人家的那个石头是很好跌 可是我们这个石头 因为是我们没有平板 都是奇奇怪怪的那个石头 那这是我们这边的特色 这个门面 以前不是用水泥的 以前这个门面都是用石板做的 可是因为国民政府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有一个的状案就是生活改进 那所以用这个水泥来做这个门面 以前都是用石板做的 而且那个门都盖得很低 那个说是 那个宅是真正的以前的福老林的房子 这个是改良的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中井 以前没有那么小间 可是因为已经改良了 那以前这边有一个 中间有一个神柱 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大厅 这个第一间房子 这个第一间房间是老人住的 这个是老人住的房间 这个也是改良的 那我们的出口在那个地方 这个都是小姐的房间 最里面就是小姐的房间 这个都是年轻人的房间 可是那个床铺进来掉 那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小姐一定要放在里面 是为了保护那个小姐 所以那个 这里面是房 那个女孩子的房间 然后是 比如说家里的老孩子 睡在这个地方 不便的交通 凋零的传统 离岛马祖推动博弈 想将整个岛屿 未来命运 赌上最后希望 2月13号 星期一 晚间10点 我们的岛为您播出 马祖赌希望 你知道你的大脑 已经遭受到恐怖攻击了吗 恐怖攻击 来 你接收了公众篇谱的资讯 已经造成大脑 相当严重的受损 可是我平常已经很少看电视 试试看我们最新的节目 保证印象境内立即改善 有话好说 不参任何化学添加物 不让任何事例干涉你的思考 看过有话好说了吗 有 再看成效如何 真的有效 关心台湾大使 不再是有沉重的负担 有话好说 政论节目第一品牌 我会推荐观众看有话好说 欢迎继续回到南部开讲的现场 在这个段落呢 我们要来看的是部落 说到部落呢 大家其实有时候会想的是 他们传统的服装 还有他们的小美酒 其实呢 部落的文化很多种 包括猎人他们打猎 除了用枪之外 其实还有弓箭 那还有呢 竹人们头上所戴的花环 除了表示有装饰之外 其实还有身份地位的代表 这些其实还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要带您一起来看看 好 这个是弓箭 以前我们原住民会去出草 跟别的部落在那边出草 打仗的时候也是用这种弓箭 去跟敌人打仗 这个也是一个类具 去打山珠 打山枪 都是用这种组箭的去打类 这个是竹子做的 也有用木材做的 有两种做法 这个是箭 这个就是箭 这个头是用干钉做的 没有做这个干钉 没有这个干碟的时候 射不进去 所以一定要用钢铁来做箭头 才可以射到这个里面 那个山竹仔会再会累到 不然的话它会打不死 所以一定要用这个铁来做箭头 这个是这个竹子 这个是在桑桑拿的 像在这个国陵十一月份开始 就可以去采在这个秋天的时候 开始去采这个竹子 这个箭 才会坚固在 不会 它那个韧度比较韧 比较耐韧 如果说不是季节的话 这个弓一拉的时候 它会断掉 因为它的那个韧性还不过 那个 就是弹性还不过 所以这个也是有它的季节 我觉得秋天的时候才可以拿这个 这个弓跟这个箭 步伐三七步 一定要三七步 右手拉箭 左手顶这个弓 就这样 这样射 哇 倒不到 倒不到 没有射到 我太久没有点 我们要射箭的时候 它这个 它这个地方又绑两井 这个是休息 然后这个 这个供后休息 我也有那个压力 要射的时候这个 这个膝盖 压这个地方 这样 把这个绳子 调到这个下面 往下压 然后调到这个第二节 这样就可以射了 这个点跟中间的点 跟上方的点 要平行 这样才会组 有时候如果说你这个 这样拉的话 你看斜斜的里面 这个就射不到 所以你这个中心点 一定要点好 那这个 这个地方 跟那个 那个地方 这个要一直线 才会组 这个是它的气球 要瞄的时候 要看这个箭头 实现就是 它有点 拥有那个漂浮的 那个方式 比较幅度的 也要打直线的 比如说近距离 近距离的话 就是打直线 然后也要用漂浮的键 有幅度的比较难 对 那个比较难 所以 它的这个用键 也是它的气球 哇呀 还是倒不到 好 再最后一次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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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达到 达到 以前 我们是用 用这个 这个体子 用口琴 用歌 去表达 我们对 我们女朋友的爱意 我们那个原住民 那个唐天人 是很保守的 不能碰 你碰人 你还要去买槟榔 还要去道歉 我们每个年轻人 其后都要 用这个笛子 用这个口琴 然后去 慢慢走到你 所爱的那个小姐的 那个小姐的家去 就开始吹了 好 那我就开始吹了 他一听到的时候 他就是道是谁 哦 那个是 我是 那个是我第一个 第一个最爱的人 他听到如果说 不是 他因为我们以前有 一二三四五的女朋友 一个女孩子就有 五六个男朋友了 那个时候我们 研究民就是这样 那个时候我用歌声 跟我最亲爱的妹妹 这个歌声 我也要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今天我们所积极的地方 那你们以后走了之后 会变成非常思念的地方 他们一开始是抗拒这种计划 因为赔利就业就是相当要求 要一定的这种教育训练 而且是有目标导向的 例如说德文、达来、三地 这里就是要形成一个生态旅游带 所以这里赔利的人员 你就是要变成会解说 会服务游客 然后会带活动 那对长期依赖这种打零工 这样的一个居民来讲 他会觉得你这机会很啰嗦 我上班哪有这么啰嗦的 还要上课、还要测验、考试 他们一开始是会抗拒的 所以我们光在心态上的调整 就用了一些时间 可是当他们了解整个意义 而且他们从中 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 训练、学习之后 他们自己成长 他得到的那种自我的肯定 还有旁人对他的一种肯定 让他们变得不一样 所以一开始是从一种抗拒 甚至观望 但是到现在这一年多来 我发现他们相当的投入 尤其以前刚开始上课的时候 那种是很被动的 用拜托的 你来上课好不好 现在不一样 如果我们有一段时间忙 没有过来 他们就开始怀疑 老师他们是不是现在 不管我们呢 或者是说他现在都跑去哪里了 怎么没来带我们 他们现在反而会觉得说 看到希望 然后想给予让自己 赶快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看到最大的转变 就是心态的转变 然后他们看到整个未来的发展 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 而且呢 是有人在旁边一步一步 陪着他们往这个方向再走 所以那种心里的安定感也不一样 所以我这一年多来 我看到真的是整个部落都 好几个部落都这样亮起来了 那以前我们老人家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 这个都知道 这个植物的原住民的话怎么讲 可是他们并不了解 原来这个三浮礁 他只知道那个名字是什么 我们原住民的 可是他不见得 他知道他是叫三浮礁 所以他们去认识了以后 他们现在都知道 他们就很稀奇说 奇怪 原来这个植物有那么多的名称 甚至有一次 刚好在这个地方 有几个老人家也是六十几岁的人 刚好他们也是在 在这里打工 刚好我们两个上去的时候 因为每天都有人在隆流上去 结果他就问我们说 奇怪你们两个人 或者是你们其他人 怎么每次都在上去在干嘛 当时那个 我们的那个齐佬 跟我在一起的老人家 是他的同学 就跟他讲说 我们上去是在监测 我们说监测是什么 这碗 原住民的名字叫做肉饼 原住民那是有肉饼 不知道这三浮礁嘛 好味道 有味道 那以后因为我们要做这个生态理 我们必须要了解 这个香丝树 你们知道这个都温 你们知道都温 可是我知道它的国语名字叫什么 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就问他 那个一个其老就不知道名字叫香丝树 可是他就讲说 这个叫香丝树 这个叫三浮礁 这个叫小葵木匠子 他就讲一讲 其他的你就讲说 哦 你怎么那么多血纹 你看 这个花环的意义 比如像要结婚的时候 有庆典的时候 我们都会编这个花环 那来宾来的话 像你们监天的话 你们应该我们表示我们的重镜 要给你们带这个花环 这样 麻烦麻烦 等一下 等一下 好漂亮 麻烦麻烦 好漂亮哦 麻烦麻烦 没错啊 这意思就是这样 谢谢的意思 他这个花环就是这样 在结婚的时候 我们表示对头目啦 对女方的家属的这个重镜 所以一定要带这个花环 那这个花环 这个单色的 就是像那个一般的平民 一般平民的就做这样 这个几个 这个三个就是 有阶级的 三等以上的阶级 就用这个三个 所以是三朵比较显黄的 三朵橘色的 对 串联起来的话 这个是 这个又不一样了 这个是在结婚的时候 是一个聘礼 这是聘礼 就是信仰的那个 比如说头目啦 头目的 不弱的头目 介绍人 还有信仰 一定要有这个 比如说我们带那个贡品 一定要带这个 一定要两个 一个是信仰的 一个是头目的 那这个花的话是固定 一定是这样的 对 那个平民的是三粒 那个绿色跟黄色 这个三粒是贵族的 三等的集体 四个的话就是头目 四个的话是头目 四粒 一般人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还有 有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尾巴 头目就可以放那个尾巴 然后皮毛都不能放 皮毛都不能放 对对对 当然不是这样 如果做新娘的那个 这色花 一定要用这个 对 这个不行 这个不 样子 那个不行 新娘子不能用这个 对 要给那个新娘的 不可以用 要用这个 对 不然你会退婚 哈哈哈哈 他不可以用这个 他不 Can't use that 他不可以用这个 很快 很快 我觉得台湾要做国民外交 理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因为台湾的这种自然跟人文 是有它很大的特色 我相信外国人来到台湾 不要老是只是用这种比较有名的 像说阿里山或者是日月潭去吸引他们 除了这个之外 我认为很多外国人士来到台湾 他其实是真的很想要感受这块土地 人民的生活 他们的文化 可是我们市面上这样的产品还是太少 那我自己在做生态理由 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理想 我认为台湾要能够增加国际的能见度 能够让外国人更了解这个国家 我认为我们需要就是让台湾真正的美 不只是环境的美 人心的美 都要能够让这些外国朋友来到这边有一个深刻的感受 所以在二十四线我们希望能够提供这样的产品 就举个例来讲 你看德文这个地方 他以前是三地门的首都 因为他这个地理环境是异守难攻 要进来非常不容易 而且居高临下 所以过去日本人要进军物台的时候 一定是先从这里开始 他不能一下进到物台 所以炮台就设在这个地方 然后对准物台发射过去 所以这里就会留下日本人在这个地方 曾经怎么样子去作战 然后怎么样子要前进到更深入的原乡部落的一些 过去的一些做法 还有日本人在这边种了咖啡树 我相信日本客人如果来看到说 他们过去的前辈在这边种了咖啡树 还在这里还被保留的好好的 那个是会很感动的 还有这里德文 现在的三地国小的德文分校 他为什么会盖这个国小 也是因为日本人要感谢 这边的原住民救了他们的命所建立的 所以这整个路线里面 有太多日本人在这里留下来的一些 不管是影迹也好或者是故事也好 包括我们再进到阿里 小鬼虎林道也是日本人在那个时候拍摄的 所以我认为说我们只要好好的去把 现在有的东西去做一些整理 然后再去透过流程包装组合 我认为我们下一步是可以往日本客人去做努力 所以这就是台湾的这个生态旅游 可以慢慢的去迎接国外的客人 好那但是要做这件事情还是有挑战 因为一来我们一定要先做好充分的准备 二来我们怎么样子去服务外国人所需要的导游 还有这种语言的能力 都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关卡 从德文从达来著名的身上 我们看见了他们的坚持跟勇气 走过巴巴开着希望 也期待大家一起为他们加油打气 我们不来开港 下礼拜我们再生日 下礼拜我们再生日 在街上我看到一个很像我的人 不知道我怎么认出来他像我 我见过我吗 我见过我的正面 但我看见他像我 是见到他的背面 寻找贝海的人王文鑫 二月十号周五晚间十点 就在公司十三频道 无线电视迈向数位新潮流 为迎接数位新时代 民国一零一年六月三十日起 无线舞台类比讯号将全面关闭 民众可使用高画质电视机或者机上盒 免费收看十六个数位无线频道 另位服务低收入户 NCC已委托厂商 道府免费安装数位无线电视机上盒 如有收拾问题请查询公事专线 或NCC技术服务中心 以色列缺水缺能源 一半的国土是沙漠 为了生存鼓励人民屋顶上重电 荷兰与海争币跟灾难变生 开发围剿绿经济 2月1日起周三晚间10点 公事13频道独立特派园 地球活起来寻找新能源 台湾草根的力量在这里 NGO观点走进社区 认识更多善良的人 见识到强韧的生命力 因为有你们台湾更美好 周四晚间取点 农事13频道 在地观点 NGO 耶 您正在收看公共电视 Makio关键引带躺六天 警察局主管调职地检署 也要查办警方 农委会今天开会达成共事 未来要把裴林 跟其他高毒性的瘦肉鸡 Makio关键引带